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颗非常漂亮又受欢迎的石虎栏 叫Pomo石虎 它的标签在这里 所谓的Purpose Brush 中文把它翻译成Pomo石虎 主要是看它这个花的颜色的分布 像它的底色是白色 然后在花瓣和石瓣的边缘的话 就有那种不规则的紫色 然后那些紫色的话就像我们的墨水 然后泼洒在白色的底部上面造成的那种花的图案一样的 这就是它的叫Pomo石虎的来历 所以这个名字还是富有诗意的 是不是 然后这个秋石虎的话 它一般其实一年能开多次花 它主要的花期应该是在秋天到初冬这段时间 但是如果养得好的话 像这个八九月份也是可以开花的 你看我这里这个秋石虎是养在这个桃栗里面 然后有几根桿子 它这个秋石虎开花的特点的话 就是它的花是从这个花桿的 就是花 就是金的那个所谓的苏德伯伯的那个顶部 你看从这个顶部发出来 你看这个 这一株的话 这个苏德伯就比较壮 它发了两只花桿 然后这里还有一只花桿 在那个孕育中 然后你看底下这里这个小的 即使这么小也有花桿出来了 所以的话它这里就是开花的话 特别容易特别喜欢开花 它就是花就是从这个顶部开出来 不同于那个春石虎 春石的话可以在这种桿子的任何部位 只要有节点的话都可以开花 但是秋石虎它就是从顶端那个开出花来 然后这个秋石虎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它的花期不是那么长 比如说像这里后面有两个花苞 你看这个花苞和那个花苞 基本上就快要枯萎了 这个差不多开了十天左右吧 开了十天左右 它这个后面就枯萎了 但是呢 没关系 因为它这个是次第开花 也就是你看前面这里还有花苞 还没打开呢 所以的话它前前后后加起来的话 应该花期能够超过一个月 所以的话还是很漂亮的 它又比较小巧 所以说如果摆在暗头书桌旁边 都是一种非常赏心悦目的存在 是不是 然后它的名字又叫泼墨石虎 如果摆在你的暗头 跟着你一块 不管你是看视频 还是看书 都是很有意境的 但是有一个缺点是 这种秋石虎 它是没有香味的 其实大部分秋石虎都是没有香味的 而大部分的春石虎都是有香味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看这么漂亮的花 然后又有这么富有私益的名字 我们还有什么更多的奢求呢 对不对 即使没有花香 它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在市场上 好吧 这一颗秋石虎 泼墨石虎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这是有关于我这一颗 泼墨秋石虎的第二支视频 第一支视频的拍摄 拍摄时间是9月4号 今天是11月20号 也就是说差不多过去了两个半月左右 它这个秋石虎还在开着花 当然是不同的花梗了 9月份开的那支视频的话 是开花是在这两支花梗上面 当然这两支花梗现在已经 花已经凋谢了 我当时说了 这一支花梗的话 它的花期大概在一个多月左右 所以的话如果养得好的话 能有好几支花枝 特别是这些花枝 能够错开时间的话 那整个的开花时间 开花期的话就会大大的延长 像我这一株的话 就大概有两个半月的赏花期 当然它现在还没有凋谢的迹象 你看 因为它这里后面还有这个没有开的花梗朵 所以的话 加起来估计 能够超过三个月 整个花期的话 可能三个半月到四个月都有可能 所以的话 这个还是非常值得养的 也就是说 有小半年的时间 我们都能够看到它开花 同时的话 在后面看 上个视频也 9月4号的那个视频 也看出来有另外一支小的花枝 当然这个小支花枝 因为它比较小嘛 所以花朵也比较少 但是这个的话就比较多了 对吧 如果养得好的话 其实它整个这一支 从底下到上面都会有花 那就会是很震撼的一个感觉 好吧 我就是想给大家再更新一下 我这个泡沫秋石壶 我会把两支视频放在一起 然后让大家具体的感受一下 就是这个秋石壶的花期 还是非常的长的 我上次说了 它其实它的缺点就是没有香味 但是它的优点首先在于 它的花色 还有就是它的花期 这个花色是非常的漂亮的 真正的像那个一把粉红色的墨水 泼在一片仙纸上面 渲染出来的这个效果 还是很漂亮的 好了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